长死官杨哥 我是一位从事宠物行业工作 十年之久的宠明人员 然后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进入自媒体这一块 其实很多粉丝观众 我应该时间蛮久了 我是从今年的2月26号 正式踏入自媒体这一块 然后刚开始 其实我也不知道 有自媒体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是平时喜欢刷百度 然后看到了一些 关于宠物方面推荐的一些视频 然后看了 听到他们讲了 有这么一个平台 我觉得挺好的 后来我就加入进来了 其实个人觉得 做自媒体真的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其实我们拍摄 其实也就拍一些自己 切切实实的真实的一些事 比如说看过我作品的 很多粉丝一代都知道 不是做宠物的嘛 所以说我拍摄的 80%甚至90% 都是围绕着宠物这一块 就拍摄了 我的主要工作是宠物美容师 所以说这一块我拍摄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 比如洗澡啊 修毛啊 清洁牙齿啊 做SPA的这样一些视频 然后与大家分享一些 一样从经验与知识 还有就是恶搞我们的 陈子的 还有我们家 另外一只17岁的 菊猫 当然说了 这次我从老家 又带来了两个台 正琢磨着这两天 给大家洗补造型出来 到时候大家一起 看一下 从我拍摄 自媒体这一块呢 其实得到了很多 广大网友的 喜欢与支持啊 在此呢 我也真心的 非常的感谢大家 如果说 没有你们的支持 说实话 也没有我 今天这么大的动力 在做 这个自媒体 当然说了 还有一点要非常感谢 就是 百家号 百度 而且这个好看视频 还有就是这个 好看视频 创作学院 然后他们一系列的培训啊 帮助我们这些新手 慢慢慢慢 一点点成长 再次呢 如果说 各位网友 你们有喜欢 也有这种想法 做自媒体的话呢 你们可以在那个 好看视频里面 搜索好看视频 创作学院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到时候呢 如果有想做的 想学的 你们可以去 报复参加 官方的这些培训活动 将来呢 你们会少走一些弯路 包括我自己 刚初拍摄 宠物这一块 不知道怎么拍 对吧 然后视频剪辑 也不知道怎么做 先加字幕啊 这些 其实都不会 经过培训之后呢 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如果说你们真的想 做好自媒体这一块的话 还是去 真的需要参加这个 好看视频 创作学院 培训 而且它对这一块 如果表现特别好的话 还会有一些奖品 比如说大疆的那个 平台啊 等等等等 包括流量出师啊 好多好多 来 那本期的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整 如果有喜欢的 记得点个赞 关注